一是有学测生确诊的考场 目前被匡列的所有同学 都已经上了游览车准备去防疫旅馆 拖着行李箱准备上防疫游览车 学测考完第二天还来不及放松 就接到通知要隔离 因为考场有人确诊 家长藏不住担忧 对着玻璃窗挥手道别 高雄有应届考生 24号传出确诊 卫生局第一时间匡列 他在考场接触的对象 以及跟他念同所高中的学生 总共214人 其中67位是密切接触者 跟确诊考生同校同班的人 也都前往防疫旅馆 疫调发现学测前一天 确诊考生去过小港区郭烧一面 还有百货公司 考试的第一天他发病 咳嗽喉咙痛 23号他还去前证的百货公司 跟牛排馆 当天筛检确诊CT值21.2 向上追溯他的妈妈 18号的22号曾去过其今 怀疑跟高雄港群聚有关 而匡列的214人 初步筛检为阴性 高雄港群聚案跟一家三口腹同一天到诊所的三名案例 原先筛检是确诊 经过复验为阴性 因此撤销案号 卫生局表示 研判一开始是伪扬性 虚禁一场 TVBS新闻 庄盛雄纪元 高雄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